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次策略 今晚3月8日星期四 三百负女节 市场会否有何波动 1995年3月8日 我永远记会心 当日是跳了禁门 尤其是回市 今个月美元亦是很关键的转折点 究竟是否美元出现问题 因为昨天美元跌穿89.5 但金亦跌 看走势画面 如果美元指数不先看美元 美元指数昨天早段跌了 但跌穿89.55 最低跌至89.36 大家可以看清楚 当时是GMT时间的10点 但金亦跌 而且由开市跌至收市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记得有些时间差 亦要抱歉 当我们做好节目 再加上分析 可能会比较慢 一定有时间差 为什么大家会看到 我在策略中 会打连时间 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什么时候拿出来 我觉得做这些事 你自己一定要很认真地处理 否则策略出来 基本上可信性就极低 昨天在做节目时 已经说了 金箱顶 在1340 短线会建议大家先沽 昨天的策略也是这样做 短线建议大家先沽 虽然我们谈对方向 沽完之后 我建议大家买 但什么价买 可能会回10元左右 昨天可以说回多了 就是这个转折点 大家可以看 在美金做最低的一小时 又是GMT时间10点 金不是做最高的 因为美金跌 金应该升 但你可以看 昨天的金 在美金跌那段又跌 在美金升那段 会更加跌 所以为什么会走长了 我还要解释 原来转折点是在这里发生的 当然 我不是说我可以知道 这一转走就已经知道内里原因 但我一直都说 我是用价格去理解市场行为 而我最希望在价格里找到 当然 这只是解释理由 我只是观察出来 如果看到有这个问题 你能否将它化成 未来价格会怎样走 这可能才更加重要 当然 今天又应该怎样看 我会建议买 为什么呢 如果从日线图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觉得买会好些 大家可以留意 其实金正在走跌走势 不过 我们把它拆得再小一点 就可以这样做了 这里有一个商顶 如果想超越这个价格 它回落 这个会回得深一点 然后反弹上去 才可以穿商顶 这就是所谓力量的转移 就是说我是需要 但这是转向 因为你要穿商顶 即是你要做转向动作 如果你要做转向动作 其实市场正在走跌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如果今天去看 我反而会觉得可以尝试去买 什么价格买 其实都差不多 昨天的日线图这些位置 希望今天再有机会见得到 其实是一个几十几好的买点 大话要靠计算 所以今天当然要计算 什么价格买 至于详细的价格 记得去我 是SkyFiLang的非福专页 今天节目才做到这里